今天的中国正在以一个全新的面貌 展现在世界人们的面前 说起中国的高铁 那真的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 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前不久 9月21号 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 跑北京到上海这条线的 时速已经达到了350公里每小时 成为了全世界高铁运营速度 最快的国家 北京到上海现在只需要四个半小时 今天的中国已经给人们出行 越来越多的选择 而且是更将高效快捷 舒适便利的选择 很荣幸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挑战者 就是高铁的一位制造者的代表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各位评委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叫李万钧 来自于吉林省长村市 是中车 长村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 一名电焊工 我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李师傅 他是工人最高荣誉中华技能大奖的获得者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被他的工友们称为工人院士 他的水平相当于真的是专家级 而且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大上 李师傅也是党代表 那他三个勋章是什么意思呢 这三个奖章可以说呢 专门挑出了三个 就是跟劳动有关的 那么第一个是全国劳动魔法 这是2015年 我获得了全国劳动魔法 而且是我在人民大会堂宣读的倡议书 还是咱们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给我颁发的勇于证书 难怪选了这个 那我想问一下李师傅 您是负责高铁的哪一部分的汉阶工作 我是负责高铁转型架汉阶的 架鼓勒和车底连接这个架子 它就好比是高铁的两腿 那么高铁之所以能跑出这么高的速度 主要取决于焊接工艺 其实焊接是个很细很细的活 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李师傅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挑战项目 就和我们身后的这一组大的道具有关 今天的挑战叫做针挂汽车 针挂汽车 挑战规则 挑战者以利焊方式将16组长15厘米 直径仅为1.8毫米的钢针 两两焊接 再将钢针两端 分别与车顶钢架上方的钢丝 进行焊接 形成受力结构 悬吊起重达两吨的 长安福特锐介汽车 保持十秒 极为挑战成功 我们现在看到这辆汽车 已经进行了特殊的改装 在车顶加了一个平板 焊接的难度先不说 焊完了之后这16组钢针 能把这辆福特车给吊起来吗 李师傅 按科学的计算的话 应该能 16根钢针 承重两吨重的汽车 每根钢针的平均受力为 125千克 这是一根钢针受力的极限 如果焊接时稍有不慎 产生长短不易的误差 就会产生受力不均 而导致钢针断裂 车辆上端 焊接钢板的面积 为80×50厘米 而整个车身的面积 为490×180厘米 巨大的比例差 意味着挑战者 将要在极其精准的操作下 完成力量的分配 同时 车辆悬空后 车辆会发生的自转 这也是对各个焊点的极端考验 细微的差异 都会导致挑战失败 挑战者能成功吗 我宣布挑战 开始 就这一下 不能太久 那个温度很高吗 很高啊 几千度 而他的手几乎是贴到了那个 他这应该是电焊专用的手套 隔热的 要不然一般手套烧穿了 有点震撼啊 对 我是学机械的 我曾经有玩过这个焊接 他其实一点都不好焊 问题就是在焊接点的牢固与否 他这一次挑战非常困难 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 在之前李师傅的练习当中 还一次都没成功过 谢谢 真的 过高的温度会导致钢针融化 焊接不慎会导致钢针断裂 在这个实验中 从未成功过的李师傅 面对重重的考验 这次能挑战成功吗 李师傅要在30分钟内 完成我们的16次焊接 有现实啊 对 所以48个焊点 30分钟平均 每一分钟 要有一个多焊点 李师傅 李师傅现在完成的是两个工序 一个是先把钢针和上面的焊丝连在一块 另外是把两根钢针连在一块 把这上面的工作完成之后 李师傅还要把所有的钢针的下端 和汽车顶部的这个钢板 焊到一块 目前针已经接完了 咱们可以起来接这个铁板 往铁板上接了 李师傅迅速完成了钢针 与车顶钢子的焊接 随着升降台的上升 李师傅下一步将完成钢针 和车顶钢架的焊接 它能顺利完成吗 现在我们的高台连车 带着李师傅一块 升到了三米高的高度 在这个高度上 李师傅要把这十六组 钢针和焊丝连接的结构 均匀地焊到这块钢板的四周 接下来这个工作 将直接关系到最后挑战的成败 看着觉得有点悬得黄 就这么简单地上去 焊上就可以了吗 钢针和汽车上面的钢板连接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要固定 先焊四个架 把整个浪的雕和车 顶上这个钢板固定上 就像一个框一样 这期间我可以把剩下这十二根针 均匀地也让它承受 这么大的力量给它焊到一起 主要是合理的焊据顺序 这十六根它是焊在两边 一边八根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它这个水平 没有找得那么那么准确 它当中上面那有两根的 吃力一不均匀 其中有一根断掉 它就会形成连锁反应 如果有一根是虚的都不行 如果有一根是虚的都不行 现在我们的时间还剩下八分钟 但是我看李师傅的挑战 应该已经进入到了他的最后阶段 他正在对最后的这几根焊丝 在进行牢固性的检查 李师傅渐入佳境 迅速完成了另外八组钢针的焊切 面对时间压力的最终考验 这十六组钢丝能够成功吊起汽车马 好了 基本完事了 还差多长时间 您还有六分半 那赶摊 赶摊 李师傅在非常小心地去检测 每一根焊丝的承受力的这个程度 他要确保它受力均匀 好 接下来我们就将对今天的挑战进行验证 将16组长15厘米 直径仅为1.8毫米的钢针 两两焊接 从未成功过的实验 这次李师傅能够完美地吊起 重达两吨的汽车马 我们接下来请操控升降平台的挑战助理 降平台 降平台 最后您拿着汉丝弹出歌来了 他其实一点都不好汉 他这一次挑战非常困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棒 厉害 太厉害了 稍后我们来看四位评委 他们的投票情况 您和您的挑战项目 能否进入荣誉殿堂 祝您好运 哇 刚刚李师傅 您在这个工作的中间 我们这个已经讨论得很热烈了 因为这个吊起来 这画面很震撼了 你为什么会想到 要做这个挑战 现在高铁的速度越来越快 对于我们汉工来讲要求越来越高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把极细的一个小铁丝 焊在一个钢梁上 瞬间底下挂一个重物 来检测我的焊接质量 那么通过这个方法 延伸到今天的挑战不可能的项目 您做汉工有多少年了 到今年为止 整整是三十年零两个月 三十年零两个月 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啊 这是九七年 上班十年我们班主 或者先进生产班主 当时我们是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照的像 这右手边那还是干净一份 对 所以说你看那个全是说的 您在哪呢 哪个是你啊 中间那个 穿白球鞋 当时我是 白鞋子那 我是穿了一双新鞋 今天直到今天要照相 二十把子 一个班友 二十我调总了 当时我也想调总 太苦太累了 当时我就找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啊 也是科场的七年老劳模 非常固执 但是我觉得说的也非常有道理 他说万军我可以给你调 到任何一个工作岗位 作为技术工员 如果你不好好学技术 放弃了技术 那就是混的 一混就是一辈子 将来没出现 就这样 我父亲平时给我抱点小板 让我练习 焊剑技能 当我焊完以后 我的产品 它就是一个艺术品 当你看到了自己这么多的成果的时候 再苦再累 也不算啥了 李师傅也说到 爸爸对你的影响特别大 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 我们见证挑战成功的时刻 应该把这份喜悦和父亲 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我们有请李万钧的父亲上场 好 大家好 老爷子好 中气十足啊 老爷子胸口也别着两个奖章呢 这两个是什么奖章啊 一个是长端市劳模 一个是武艺劳动奖章 也是 你们是一样的 但是儿子的奖章比您多吧 多的还比我大呢 他是全国的金的 我这是度晕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李师傅 这也是一种家风的传承啊 就是老爸身上这种艰苦奋斗的 这种精神就传到了你身上了 而且他也这么要求你的 所以我有这样的儿子 我感到自豪 我有这样的父亲 我也感到骄傲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国家因为拥有像你们这么优秀的工人 我们也感到骄傲和自豪 谢谢你们 这小伙子是第三代了 这是我的徒弟 这是我的徒弟 那也是第三代嘛 对 所以徒弟在跟师傅 这个拜师学艺的过程当中 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我应该把我师傅的这种工匠精神传递下去 干好我本职的工作 不辜负师傅的这个殷切期望和嘱托吧 还有什么特别想和年轻人分享的心理话吗 有 我作为一名汉工 我已经把我的心理话 用电焊焊在钢板上了 哇 这叫蒸蒸誓言 好了 一共是四套阵 精益之路 智慧之光 技能爆裹 挑战不可能 刚开始我们生产 中国高铁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 寻找手中的产品 干好干净 干成艺术品 就是创造出我们 属于我们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 谢谢李师傅 我曾经采访过 中国汉阶学科的电机人 中科院院士潘继鸾先生 他跟我说 当年他在创办这门学科的时候 不要说普通的老百姓了 就连清华的教授都问他 说潘老师 你这学科是干嘛的呀 是汉阳铁壶了吗 今天在看 觉得像一个笑话一样 今天中国的汉阶技术 不仅应用在了高铁上 也应用在了航母当中 核电站当中 AR机器人制造当中 所有的大国制造的背后 都是像李师傅这样的 大国工匠在支撑着 用技能爆裹 用匠心注梦的 精益求精的精神 把他们的技能 和国家的荣誉 焊在了一起 我们再次向你们致敬 那对于李师傅 李万钧 能不能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我们三位的回答是 决定是 能 我们请李万钧 带着老父亲和自己的徒弟 一起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恭喜恭喜 我希望未来 我们高铁公园 就用这种挑战不可能的精神 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卧梦 继续努力 对 up in the end of the end of the night of the movie